整台電腦主機直接被搬走 宜蘭檢方22號上午午預警搜索宜蘭縣長林茲廟官邸 並當場將他以及小兒子林佑澤和女兒林逸林 三個人都帶回地檢署約談 原本應該是縣長的位置卻空蕩蕩 臨時由縣府秘書長主持縣務會議 好幾位縣府以及主管沒請假全缺席 包括農業處長康立和 交通處長黃智良和財稅局長盧天龍 疑似都和農地貪污必案有關 傍晚四點多連秘書長林茲盛也到地檢署 釐清案情 宜蘭縣前代理縣長曾經得爆料 羅東鎮公正路上第一號1558這塊農地 2011年由前宜蘭縣商業會理事長夫人 忠義傑買下 2016年卻被縣府發現上面堆滿土方 違反農地農用依法開發列管 2018年時忠義傑將當中65瓶 轉賣給林茲廟堂姊的兒子林秀妻 卻疑似為了逃避高達一百多萬元的土地增值稅 找縣府幫忙解除列管 所以他在107年的時候買賣 那個土地增值稅當然是很高 因為公告限制改變很大 目的就是要拉高地價 將來作為七段徵收 平易的時候會把他們的全值拉高 深入弊案又遭到約談 也讓林茲廟清明形象再遭到總錯 華視新聞莊正惠 陳怡寧 劉俊男 宜蘭報導 嗨 我是殷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